Hi, 上一次就在YouTube 中介紹了一條問題 關於這個扭計式 如何可以將這個扭計式透過同一個轉型環圈去原本的狀態 首先我們要知道扭計式上有26個方法 也有26個位置放在這26個方法 另外在各自的位置上也有2至4種方向 它們可以設定在那些位置上 所以加上它們的組合 無論多少個都好 我們要知道是一個有限的數字 由A一定轉去B 由B就一定轉去C 然後B之前就一定是A C之前就一定是B 因為只有有限的Status 做了100萬次轉換之後 那你就肯定會有重複的情況發生 然後我們去Consider 一個Block上面有26個方法 那我們就不需要去Consider 整個扭計式 我們就嘗試去逐個逐個去Consider 為什麼我們可以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我們做這個轉換的時候 其中一個方法 你做轉換 最初的位置和最後的位置 是不會受其他方法的位置或方向影響的 即是說我這顆紅色、藍色、白色 由A這個地方轉去B這個地方 但若其他方法已經扭亂了 其他方法已經扭亂了 而導致這個轉換不同 所以我們可以逐個逐個逐個方法 來Consider 我可以把每一顆方法都給它一些名字 可能這個是Top Layer 可能是Upper 或者是這個 這個Up 這個Down 這個Left Right Front 那每一顆方法 可能你給它一些notation 那我們就逐快去看看 究竟它是經過多少的步驟 它就會回到原本的狀態 做了這個結果出來 那可能有一些部分 例如最頂的這一顆 它是無論做什麼Transformation 我對上一次問題給出來的Transformation 就是轉右手邊的順時針一下 還有領整個Cube 領完之後它其實是不變的 這個Cube是不變的 即是說它做一個Transformation 它就會回到自己的地方 我們稱之為一個步驟 即是它的Cycle 那個Period 就是一 或者如果你想想 最側邊這個Center 紅色的Center 那你就會發現 做一個Transformation 兩個Transformation 三個Transformation 四個Transformation 它就會回到原本這個位置 所以它的Period 就是四個 其他方法我們也是這樣做 最後得出來就會有一些數字 我又寫在這裡 最後我們把這些數字 我們拿到它們的最小功倍數 即是LCM 可能小學的時候也學過的 將它們的LCM拿出來 就會得出最後答案是1260次 1260次 即是轉1260次 這個Cube就會還原 希望這個答案大家滿意 不相信的 你可以快去自己試一下 那我都真的試過的 恭喜了 Siv Lee 那他呢 其實在我Post這段影片的當晚 他就已經解答了這個問題